2月22日,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,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上强调,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,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,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,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当天会见传媒时回应称,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的侍权,而选举制度是其中重要一环。特区政府非常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,也将做出全面配合。 包括我本人呢,我们会是非常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,也都会作出全面的配合。 大家都知道,未来这十二个月,将会有多场的选举,包括压后了一年的立法会的选举,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选举,和明年三月的行政长官的选举。 林郑月娥表示,爱国者治港是理所当然,也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。 由中央的层面来处理出现了的问题,这个也是义不容辞的。 无论是去年六月制定、实施香港国安法,到今日认为需要完善这个选举的制度,也是中央行使中央的权力,是理所当然的。 要求治港的人士是一个爱国的人士,这个是理所当然。 甚至可以说,如果要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,爱国者治港是一个必然和必要的条件。 林郑月娥强调,爱国者治港并非心生事务,也并非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打压,而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基本要求。 这些工作并非打压某一个政治派别。 这些工作如果要用上打压两个字,是打压一些鼓吹港独, 是打压一些过去我们看到,将香港推向万丈深渊的暴力的人士, 是打压一些忘记了祖宗,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去勾结外国社会, 外国的政治组织来都去破坏香港,破坏香港的繁明稳定, 甚至是提出要制裁香港的人士。 林郑月娥指出,一国两制是开创性的事业,实践过程中在新环境之下会遇到挑战, 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,才能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。